欢迎收睇智新闻,我是王春梅 消息指,今天大约有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 全民检测完结,政府会集中为高风险群组检测 的士司机、软舍员工等定期测试 司机和软舍都说欢迎 不过就希望一个月做一次,不要太迷 马晨政府导 全民检测短期内未必再有 高风险群组就会继续做 软舍员工、套房、码头职工、的士司机都会定期做 重复做,疫情严峻时,怎样做 多久做一次,政府暂时未交代 义士司机欢迎定期做 但认为不用密密做 我自己觉得一个月之后都差不多 你说强制性14天去做 我想香港都不会强制性你要做 你喜欢就做,有自由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高危行业 如果你经常性这样做来说 起码容易会知道会有没有感染 两个星期就会好一点 因为一个星期太迷得 云术厨陈全民检测时 推出的士司机抗疫检测名牌 已经是司机何时做过检测 业界代表建议日后继续推 但可以再做好一点 第一做要慢 第二,出名牌的设计方面 我想要改善一下 让乘客都看到名牌的位置 乘客乘搭我们的车都有信心 有些司机认为我做了 都不用继续做了 如果政府在这方面 多一点宣传 我想要比较好一点 第三波疫情 安务院舍成为重灾区 院舍负责人都欢迎定期帮员工检测 有线电视记者 马智晴 这一条旨在里面 这是你们可以